天地间四大不调 爱护地球要从每个人做起 福建泉州慈祭志工挑起扁担 穿梭在狭窄的巷弄当中 做环保 希望接引更多人加入善的行列 这一上人今天在志工早会上 呼吁人人要敬天爱地身体力行 让好的事情点滴累积 上人也感恩人间菩萨 呵护大地守护家园 挑着扁担扛着满满的回收物 穿梭在高高低低的狭窄巷弄中 福建泉州的环保志工不怕辛苦 以婆婆妈妈的行动力 不只让居民赞叹 也带动更多人投入 他们的这种理解到 天地万物 都需要用感恩心来疼惜 在这样的生活中 人人那一分的幸福善良 而且敬天爱地 懂得如何寄福远 这都是美德 把环保当作修行 蔡平敏忏悔过去放下补鱼网的工作 全心投入环保 而蔡沙天则是在咽喉癌手术后 感恩自己的平安 发心回馈 力行菩萨道 这一大群的人间菩萨 呵护大地的好菩萨 人人还是那么古朴的 守护在这样的家园 为这一片家园来环保 真的实在是很令人感动 身体力行 好的事情点点都要累积 不只习福更要造福 一念爱护地球的清静心 让乡里间变得更加干净亮丽 志工也在付出中得到欢喜 大爱新闻将信信邓名仪 华联报